大口小口,百變非常厚 專教自己有,包你有氣沒力口 今次都猛了,嚇到你真 沒錯,我也挺有寫上黎明的 讚我這個百變非常厚,說你的料厲害 喂,你怎麼看? 嘩,不是什麼,我們每次都把秘技 顯示螢光幕朵,聽不到都看到了 喂,小的,還是不要說那麼多 口水,阻礙地球轉 不如我們介紹節目吧 Image Fight,版數任你選 不要以為我們介紹過PCMD的Image Fight 很容易打,其實任天堂這個版 更難打,知道為什麼 我細節有什麼不知道 等我告訴你吧,因為任天堂 縮小了機和敵人 縮小了之後的速度和反應 又要加快,難度加多了 沒錯 所以這麼難打,通常都很難打到最尾的版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教大家選擇的方法 方法在title畫面的時候 同時按下控制器 1號2號的AP 再按start,這樣就可以入到選版了 還有一件事 PCMD的Image Fight 就有8版,任天堂就有9版 至於那版是怎樣的 就自己選版看底了 SD HERO總決戰 除了這本人的悲技 對於所有SD迷,超人迷,白癡迷來說 這個是SD HERO總決戰 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遊戲 因為在這個遊戲裡面 你可以玩到十幾年前的蒙面超人 亦可以玩到最新的功德 紙袖迎戰 還有,壞人奸角 全部都是大家熟悉的 只不過,他們個個都很厲害 這個遊戲的限制就是每次都是由一個超人 是負責一版的 所以實實來說,很不花酸 好啦,讓我教大家這個悲技 在玩的時候,按start 就是凍結了畫面 跟著呢 以順時針方向 專招制制 同時連打AB 但記住 不需要按start 因為如果成功的話 畫面就會自動恢復正常 而換人的方法 很簡單 按選擇就行了 至於為什麼要換人呢 因為不同的怪獸 就要用不同的超人和武器對付 記住啊 換了人之後就不是無敵 最重要是靠自己啊 SUPER SATURGER SSS大飛機啊 哇,這次會為大家介紹的是 夢寐依舊的飛機SS的選擇 難易到選擇啊 好,先講一個方法 在開機之前 抹黑色選擇還有安排 然後開機 好,在這個描幕的時候 要按左二 上二 右二 下二 左一 上一 右一 下一 然後按一 二號仔 八次 選擇還有一號仔 八次 Clintus 成功的話 DANG的一聲 才會上 udang的一聲 來到這裡 第一樣子玩呢 當然是生 subs 開始吧 接著就難易度 難易度有四種 Poorbody到GoGo Enemies都有 三種是畫面選擇 好像街角的擇場畫面 應該可以變成普通畫面 第四種就是眼版 接著要示範的是難易度 剛才那個是第三難度 接著這個就是第二難度 速度上和飛彈都少了些 接著就最差 適合初學者 這個就厲害了 就是最差的這個 又是第四級 這版就超級抽 無論速度飛彈都特別厲害 所以不容易打 最後之引導瘋狂的一版 其實機友寫信來問我們 最後之引導的攻略法 但其實這個遊戲 就不太難打 所以我們想了一個接觸的方法 就是為大家介紹這個遊戲的簡版方法 方法就是這樣 在title畫面的時候 按下按按2 1 2 2 1 2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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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有充分的時間來拿Power Up 不過就不會選街機的Mode 因為就得一條命中一招就玩完了 Thunderbolt 3 最強裝備時常有 這個遊戲的出名的地方 就是除了個板爪之外 敵人是非常誇張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武器特別多 還有Power Up 但是如果你一死去 他的武器就自動消失了 很不值得的 但是有了這個秘技就不同了 你就可以隨時按下最厲害的武器出來給它揮鼓 好了 方法就是在玩的時候 按Start鍵 在畫面凍結之後 按上10次 然後下B 下B 下B 再按A一次 接著再按Start 你就擁有五種最強的武器 對呀 這就是弧形擴散炮 這個就是前後炮 還有對地攻擊炮 然後是導向光彈炮 還有一個前射炮 好啦 全部都拿回來了 來吧 Money Locker 米糕即是大變身 這個遊戲的目的是 為了救個小女孩 好像出氣一樣 米糕就可以變成外星戰將 方法就是拿一顆畫天空的流星 在第二版第三關的時候 才二樓救出個小女孩 流星出現之後 米糕即是變身了 哇 變身之後 米糕就厲害了 A就是雷射 B就是導向飛彈 不過就會扣能源 C就是浮游噴射 在你變身期間 你是透視眼的 小女孩躲在一邊 你是一樣看到的 其實那顆畫白天空的流星 在第三版 第二關的時候 一樣有的 只要你照中 和你指示可以中 可以隨時 米糕即是變身的 各位機友 當我們開賽車Game之後 悶悶的的時候 又被衝動 想撞到飛騎手 撞到飛騎手 超級魔洛哥賽車 無厘頭撞飛騎手 其實這件事 悶悶的做也不錯 純粹是娛樂自己 但是一件事 當你撞到飛騎手 就一分都沒有